跟这种客户合作是我们的耻辱 拉黑吧 以后不要再跟他们合作了 临走的时候 公司法务气愤的说道 拿着这十万块钱 我开心的像个孩子 闺蜜美容院开业 我收到了快递过来的请帖 打不过我就在我面前臭小白啊 好 今天就给你这个脸 我请了一天假 买了个大花篮风风火火就过去了 来到这里 地段虽然不怎么好 但是人气还可以 五层的空间明亮气派 闺蜜说这里房租一个月才五万块 同地段的铺子 一个月要二十万呢 这个漏剪得也太大了吧 剪着大的没边 我一听就觉得有问题 拿出手机一搜 果然 三年前 这里发生过一次火灾 当时这里做的是服装生意 五层楼四五十家商户服装 被烧得干干净净 有传言说 里面还烧死了四五个小老板 这样的铺子都赶租 不要命了 开业典礼很热闹 闺蜜一身高腰礼服 在人群中下是耀眼 各行各业衣着光鲜 但是不太知名的老板们举杯 频频 频繁换着名片 仿佛在交换开启财富的金钥匙 下面 有请美女老板的好闺蜜上场 为大家做分享 有请 什么 请我上场发言 坐在下面安心吃水果的我突然被主持人叫道 闺蜜微笑看着我 眼神里居然有些得意和骄傲 我的闺蜜的确是个经商的天才 我拿着话筒开始我的表演 她去年借钱做面膜 不到一年赔得一塌糊涂 血本无归 可她没有放弃 她没有被打倒 准备一年后 她开了眼前这座美容院 台下逐渐安静 很多人开始认真听讲起来 闺蜜脸色有些难看 这家美容院肯定会大火特火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三年前这里真的烧过一次大火 大火把这里烧得一干二净 三年来没人敢接手的盘子 我闺蜜敢接手 这就是商业眼光与格局 今天除了在座各位来捧场 我想在这里逝去的英灵鬼魂们也会很高兴 因为今夜不寂寞 话音刚落 底下一阵骚动 不少人开始纷纷离场 有人甚至黑着脸 把赠送的美容至尊卡扔给了我闺蜜 不出我所料 开业不到一个月 美容院关门了 八 美容院关门 闺蜜那八十万彻底打了水漂 而我经过大半年奋斗 再加上要回来的四十万 凑够了六十万首付 按揭买下闺蜜之前的房子 虽然是法拍房 但是地段装修还过得去 孩子上学也方便 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 我被他们欺负的种种瞬间浮现脑海 眼睛瞬间湿润 泪水夺眶而出 这一次泪水是甜的 我把家具扔掉 重新开始装修 要为生活涂上新的色彩 由于工作不是很忙 我每天都会到现场盯装修 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 把家装出自己喜欢的感觉 一天我正在家里看着工人干活 忽然门外有人敲门 咚咚咚 想把门砸出一个窟窿 不会是我那闺蜜来了吧 我打开门 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长得挺标致 但是满脸怒气 看见我就薅我头发 臭女人 让你勾引我老公 我弄死你 随后他身后闪现出两个青年男士 拉着就要把我放倒 屋里干活的工人立马跑出来 制止了这场即将发生的冲突 我说大姐你谁啊 认错人了吧 他说他早就查过了 狐狸精就住这里 打的就是我 我好像懂了 我让他再仔细看看 我是不是那个狐狸精 他气呼呼地拿起手机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手机 最后一拍大腿 抱歉地说认错人了 转身就要走 你等等 不能这么算了 除非现在就让我看看 你手机里到底是啥东西 不然我就报警 大姐无奈地把手机给了我 还嘟囔一句 我的家室还用你管 手机里是几张照片 我的闺蜜穿着暴露 搂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 油腻男嘟嘴自拍 看装修像是酒店 下面几张图片 更是露骨 简直无法描述 辣人眼镜 哎 这人都怎么了 大姐 这几张照片可以给我吗 我喜欢收藏 不然我就报警 你打我 在大姐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我目送他们离开 我闺蜜要结婚了 可惜情帖当时被我撕得粉碎 可我还是要去 我的大礼还没送出去呢 婚礼是在一个郊外 在牧师的见证下 他们牵手 你愿意娶她为妻 一生一世爱护她吗 我愿意 我老公单膝跪地 深情望着新娘也就是我的闺蜜 满眼都是爱 你愿意嫁给她吗 一生一世做她的妻子 一辈子忠贞于她 我愿意 闺蜜满眼笑意 俯身拉起跪着的老公 他们互相交换戒指 彼此神情望着对方满眼爱意 恍惚间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 那个单纯善良 以为牵手就会是一辈子的自己 可惜一切都过去了 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我 我重重将高脚杯砸下 红酒一出来打湿我的裙摆 众人一脸诧异地看向我 下面请看大屏幕 让我们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 大屏幕里出现俩人日常温馨亲密的照片 点点滴滴让人不禁感慨 从认识到结婚本就是各种巧合的叠加 这时候屏幕一黑 出现了聊天截图界面 是老公有色按摩的截图跟转账记录 底下嘉宾开始骚乱起来 再接着屏幕一亮 出现了闺蜜跟中年游腻男酒店自怕 以及各种露骨照片 底下炸锅了 嘉宾们纷纷起立望向大屏幕 有的甚至拿手机拍照 臭狐狸惊 老娘终于找到你了 今天我要弄死你 在那天那个大街领头下 两个青年人一前一后跳上舞台 跟新娘扭打在一起 是的 闺蜜结婚这个消息 是我发给大姐的 四周叫好声 谩骂声四起 娘家人围着新郎狠揍 礼服都被扯烂了 我可怜的老公啊 新娘也好不到哪里去 被新郎家里人打的同时 还要被大姐那一拨人再狠揍一回 头发都被扯散了 披头散发很是狼狈 过了一会儿 娘家人看到新娘被打 不打老公了 转过身来 又跟新郎家里人扭打在一起 可惜了这一桌子好菜啊 我一口红酒 一口牛排吃得很开心 望着台上狼狈的闺蜜 我嘴角带笑 我们扯平了 亲爱的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 这都没撞死 真是扫兴 第二天 我请了半天假 去医院看望我的好闺蜜 在医院门口 我买了一大束百合花 看病人怎么能空手去呢 一推门 我那老公正小心翼翼的给闺蜜喂汤喝 宝贝 这是我亲手给你煲的鸡汤 来趁热喝 谢谢老公 我呸 真是恶心 之前在家从来没对我这样体贴过 这会儿不仅仅煲汤 还亲自喂这个女人 真是奇迹啊 顺着闺蜜惊恐的眼神 老公扭头看到了我 她一把扔了鸡汤 上来就要掐我脖子 我连忙后退 说这是医院 注意分寸 她这才罢手 我走到闺蜜床边 关切地看着她 帮她掖了掖被子 她像一只受惊吓的猫 蜷缩身体 惊恐地看着我 看 这是我为你买的百合 喜欢吧 来闻一闻 我把鲜花放到她鼻子跟前 她的表情更加恐惧 双手捂着脸颊 更加痛苦 不断叫嚷着拿走拿走 对了 我的闺蜜对花粉过敏 大学里每到春天 她脸上都会起成片的红疙瘩 我哈哈大笑着 把鲜花狠狠甩在她头上 六 我那四十万还没要回来 一想到这儿 我就气 越想越气 我的钱不能这样白白溜走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她当时非要现金 我就给了她现金 银行账户上查不到任何交易记录 唯一的凭证被我老公骗走 当着我面撕了 人证除了我俩 现场就是我老公了 目前看着四十万想要回来 希望不是很大 突然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用手机把借条拍下来了 好业 有了这张照片 就能证明我们之间的借贷关系 可瞬间 我又没了精神 去年生日那天 我老公送了我新手机 拍照片那个就手机给我老公了 要从虎口拔牙不太容易 况且还不确定她到底删了那些照片没 不论如何总得试试 我料定她们一定都在家 毕竟闺蜜刚出院 身体还没有痊愈 当她们再一次看到我的时候 眼神里首先是惊讶 接着还有一丝丝的恐惧 他们恐惧我了 很好 可此刻我不能疯 我也不能闹 说话间我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这是我进门徒的风油精 效果真不错 老公 我还是忘不了你 还是觉得你最好 我们复合吧 不管你做错了什么 我都会原谅你的 毕竟儿子也很想你啊 老公回来吧 求你了 我还想喝一次你亲手喂我熬的鸡汤 我生泪俱下 甚至瘫倒在地 这一下把我老公整不会了 他尴尬的脸色里甚至有一点沾沾自喜 看吧 老子还是很有魅力的 不可能的 你走吧 我不爱你了 老公语气冰冷 没有丝毫犹豫 此刻我大脑飞速运转 想着怎么能快速合理的骗走他的手机 老公 你不再考虑下吗 好吧 既然如此 就把我的记忆还给我吧 我以后要跟这些美好的记忆相依为命了 老公一脸猛逼 一脸你说啥的表情 我赶紧煽情 我之前手机里有很多我们之间自拍合影 我读你肯定没煽对吗 我闺蜜抢过他手机一看 恶狠狠盯着他 他就是懒而已 懒得煽 我一把夺过那个手机 把这个破手机留给我吧 这里面有太多我们的记忆 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他 没有他我活不下去啊 是的 我没说谎 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手机 没他我真的活不下去 我可怜兮兮的望着老公 行吧 拿走吧 以后别来烦我 毕竟夫妻一场 这家伙居然有点动情了 我拿起手机转身就走 走了几步小跑起来 我生怕他反悔 要回手机等等 身后闺蜜喊了一声 三 不会吧 难道他发现了 刚才他一直拿着老公手机看 如果发现的话就惨了 我那四十万彻底没戏 上一次当着我面撕毁欠条 这次不会当面删除那张照片吧 把手机壳还我 那是我送他的 闺蜜走过来说道 好吧 是我多想了 我扔下手机壳 拿着手机一路小跑出门 一脚油门直奔律师事务所 你俩等着法院传唤吧 忙完这一切回到家 我打开老公用的就手机 优合 手机微信还没退呢 我翻着翻着有重大发现 这个废柴被辞退后 一直没找到工作 可能是为了发泄 居然背着我闺蜜去做那种有色按摩 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 铁证如山 我赶紧截平 以后有大用 如我所料 这俩法盲根本没把法院传票当回事 他俩天真的以为只要撕掉欠条 我就拿他们没办法 即便以后对不公堂 我也没有有力证据告他们 太天真了 开庭当天 他们直接没有出席 法官当场判我胜诉 毫无疑问 我选择强制执行 法院强制拍卖了闺蜜名下唯一住房 真是天到好轮回 闺蜜腾空房屋那天 我专门去他家看了 我要亲眼看到这个女人的悲惨下场 他俩再次看到我时 眼神里已然没有了当初的傲慢与不屑 反而有一点害怕 几天时间 他们也失去了工作 房子 大家算是扯平了吧 真可惜啊 这么好的房子转眼就要被拍卖了 我装作一脸痛惜的表情 他们气得牙痒痒 但是对我也没啥办法 一个星期后 我那四十万道账 爽啊 七 一大早闺蜜来找我了 太阳真是打西遍出来了 我倒要看看他今天做啥腰 真是谢谢你 他平静说道 我却一脸猛逼 法院拍卖我们房子后 除了还你的四十万 我们还剩下八十万 我用这些钱开了一家美容院 毕竟创业一直是我的梦想 听完后 我刚喝的咖啡差点一口喷出来 你可拉倒吧 去年借您那四十万 你拿去找加工厂做面膜 效果差不说还卖得贵 最后赔的是一塌糊涂 这历史教训你是一点都不吸收啊 啊 这挺好的 你肯定能成功的 我抢装微笑给他鼓励 今天来就是想用下你们公司产品 都是老朋友了 给点折扣呗 一听说要合作 我瞬间来了精神 好久都没开单了 真是想吃馅饼 天上就献给你掉啊 我拿出单子 立马写好款项给他签字 我口渴了 给我倒杯水吧 闺蜜说道 别说倒水了 给你倒夜湖都行啊 我一路小跑给他倒水 签完字 握完手 这合作就成了 可我还是想简单了 当我每滋滋看合同的时候 公司法务同事敲门就进来了 我们接到客户举报 你跟客户合作时 索要反点 严重违反公司规定 现在要将你辞退处理 说着 他们哗的一声 拉开我抽屉 里面躺着十万块钱 一看到这十万块钱 我立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这闺蜜 还是死性不改啊 还是想把我 枉死里整 从我那四十万道账后 我就决定放过他们 大家各走各道 彼此安好 可你们倒好 非要违规便道 非要不让我好过啊 不过闺蜜这小把戏 都在我预料之中 从他进门时候 小包里鼓鼓囊囊 眼神鬼鬼祟祟的样子 我就知道 肯定没安好心 我微笑取下支架上的手机 手机后置摄像头 正对着闺蜜 刚才坐的位置 视频还在录制中 我按下暂定键 给他们看视频 视频里 我刚出门倒水 闺蜜就四周一看 邪魅一笑 从包里掏出十万块钱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打开我的抽屉塞了进去 一套动作 行云流水 误会解除 我安心上班 对了 这十万块钱 你还给客户吧 自己坚持上班 就是为了等发工资的那一天 真把我当傻子啊 我直接亮出 在他工位抽屉里找到的汇款凭证 他当场就愣住了 我儿子现在五千块的学费 我都掏不出 他倒好 半年直接给人家转账五十万 我一把将汇款单扔他脸上 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老公没有安慰我 只是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儿 有人轻拍我的肩膀 还给我递了一张纸巾 我拿过来擦干眼泪才发现 对面的人居然是我闺蜜 我早该想到的 刚才坐在宝马车里的就是他 我怒吼一声 想要跟他拼命 这个抢走我金钱 老公的男人 去TM的闺蜜情 他连连后退 居然一点都不害怕 别急 我是来还你钱的 我没听错吧 难道他良心发现了 还钱好啊 还钱好 最起码能结我燃眉之急 我居然有点感激他了 可这明明是我自己的钱啊 此刻他只要乖乖还钱 哪怕把我老公带走都行 只见他手伸进包里面 拿出一张纸片 不对啊 那是当初他打给我的欠条 我那狗老公昨天那么温顺 原来是把我欠条骗走了 完了 中计了 来不及多想 我冲上去想把欠条抢回来 二 四 这时候 一个巴掌甩我脸上 我瞬间脑袋嗡嗡作响 疯什么疯 死疯婆子 随即我的腹部被狠狠踹了一脚 我老公看着痛苦蹲下的我 满脸鄙夷 他终于不装了 就在我愣神的功夫 我闺蜜当着我面撕毁了那张欠条 我们之间两清了 谁也不欠谁了 我抬起头 只见他挽着我老公出了门 安静的夜里 宝马车轰鸣及时的声音 分外刺耳 我真傻 从当初他借钱只要现金开始 我就应该发现问题 现在好了 没有任何转账记录证明他借过钱 唯一的借条还被毁了 我一直都活在他俩精心设计的圈套里 一大早 门外一阵激烈的敲门声 我麻木起身去开门 你好 我们是法院执法队的 由于你贷款一直逾期拖欠 今天我们将收回你的房子 献你今天腾空 我晕了 我什么时候贷过款啊 是不是搞错了 忽然我想起来了 半年前我身份证丢了 后来补办了一张 会不会被人捡到 用我的名义办贷款了 这个人 我已经猜到了 我披上衣服 连忙去那家放款机构查证 果真是我老公办的好事 半年前用我的名义 把我们房子抵押 贷款一百万 再联想到闺蜜最近晒的豪宅 我已经明白这些钱用在哪里了 两天时间 我已经失去了金钱 老公 房子 失魂落魄 回到家楼下 忽然听到孩子哭声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要等我妈回来 等什么 你妈现在连房子都没了 她根本照顾不了你 跟爸走吧 这不是我老公的声音吗 一抬头 他正抱着我儿子往宝马车上塞 我彻底怒了 一个箭步冲上去要跟他拼命 又是一脚 我又被他踹翻在地 我爬起来 死死拽着儿子双脚不松手 任凭他雨点般的耳光往我脸上招呼 我什么都没了 儿子就是我的全部 我劝你放手吧 你现在啥都没有 孩子学费你都凑不出来 凭什么给他幸福 最起码跟我们住一起 有大房子 有好学校 有一切你这里都没有的东西 闺蜜从副驾驶探出头来 摘下墨镜 一脸嘲讽地看着我 是啊 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他 可能最后连学都上不了 或许跟着老公走 他真的能过得好一点吧 我渐渐松手 老公啪的一声关上车门 一脚油门离我而去 失魂落魄回到家 家里已经被翻得不像样子 家里钱也没有 欠条也被他骗走 他还要找什么呢 忽然 我想起来我提到那份文件时 他吃惊的表情 那份送来的神秘文件 这个我可一直戴在身上呢 这是目前我唯一聪明的一次 我打开文件发现 这是一张支票 背后是一封感谢信 感谢我老公把他们公司年度推广预算给了大德广告 支票十万块是意思一下 以后继续深度合作 好啊 这小子居然背着公司吃回扣 生活里吃里扒外 工作中也是这样 拿着这封文件 我火速赶到他们公司 直接把它交给了公司财务部 我老公早上把东西落家里了 他打电话说文件很重要 一定要我交给咱们 我转身离开 深藏公语明 晚上我正在家收拾东西 给法院腾房子 大门一下被踹开了 老公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一把掐住我脖子 你这件女人干了什么 公司把我辞退了 你知道吗 你真是个疯子 自己生活一团糟 还要影响别人 要钱钱没有 要身材身材没有 要房子房子也没有 你怎么不去死 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开心极了 我哈哈大笑 笑到喘不过气 笑到泪水从眼睛里滚出来 模糊了我的视线 你不是说失业了吗 这次就如你所愿 没事 事情都过去了就算了 我们下个月结婚 你一定要来啊 等你 看着闺蜜递过来的请帖 我愣了一下 原来这对狗男女早就打算结婚了 我说买房后 老公一直推托跟我复婚 原来早有打算 我把请帖撕成碎片 狠狠甩在闺蜜脸上 放心 我一定去 啪 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我脸上 无 看着眼前这两张讨厌的嘴脸 我发誓一定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第二天我搬离了这个地方 结束全职太太的生活 开始找工作 因为之前做过采购经理 有着完美的职场履历 我很快便找到新的工作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两居室 生活逐步步入正轨 但我的仇恨一直都在 从未减弱 通过这几天下班观察 我发现总是我闺蜜来接我儿子放学 我那老公估计忙着找工作呢 其实他也没啥能力 要不是我爸帮他找关系 他才当不上营销总监 今天下午 我提前来到儿子校门口 等我儿子放学 儿子看到我的时候 兴奋地跳了起来 妈妈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 跟妈妈回去吧 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哇 这个才是他妈妈 比之前那个妖艳货色好多了 他妈妈气质真好啊 怪不得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 在校门口老师们的议论中 我骄傲地带着儿子坐车离开 真不凑巧 这时我闺蜜开着她的宝马车 恰巧赶到 我一脚油门 快速驶离 往后视镜一看 这家伙紧追不舍 这又不是你的儿子 追这么紧干嘛 我们就这样在城市环路上狂飙 我在前面拼命踩油门 她在后面紧追不舍 不对 我不能让她发现我的新住址 我故意往岔路上开 她紧紧贴着我不放 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 绿灯还有三秒结束 我故意点了一脚刹车 压着黄灯过去 果不其然 她上当了 丝毫没有减速 再见了 我的好闺蜜 我听见后面大货车急杀 发出来的刺耳尖叫 紧接着砰的一声 那辆红色宝马在空中翻转 随后重重落下 我在车里肆意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儿子问我怎么了 我说我想到了特别开心的事情 个人自有天收 希望老天爷帮我收了他吧 晚上吃饭的时候 新闻里报道了这场车祸 说是女司机闯红灯被横向驶来的大货车撞飞 可她实在命大 只是轻微脑震荡 目前已经脱离危险 老公失业半年 家里快要断粮 我去找闺蜜要一年前借给她的四十万 谁知她却说早已还清 用肉肠我老公的方式 没想到床上一向自称很累的老公背后却生龙活虎 我赶回家质问她 却收到她给的请柬 我跟你闺蜜下月结婚 你来不来 我冷笑一声 当然去啊 祝你们早生贵子 一一老公失业半年多 每晚上见她在阳台上吞云吐雾 哀声叹气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的工资也就刚好雇上房贷 还有一个四岁儿子要养 生活早已捉襟见肘 时钟指向夜里十二点 我下定决心 明天去找闺蜜要回一年前借给她的四十万 要不是遇到难处 我还真不好意思开口 毕竟我们从大学相识到现在接近十年 彼此之根之底 她肤白貌美永远不缺追求者 而我就很普通 一直默默无闻 在一个小公司做采购经理 没想到普通的我嫁给了年薪百万的老公 而她三十出头依然单身 一年前她说要创业跟我借四十万 作为好闺蜜 当然无条件支持 她提出只接受现金 我还笑她老土 微信转账多方便 在她一再坚持下 我还是去银行把钱取了出来给她 她当面打了欠条 承诺一年后还款 时间早过了 她至今分文未还 最近朋友圈看她买了豪宅 房子面积比我都大 估计是发达了 可我却落魄了 这下去要钱 反而更心安了 闺蜜知道我要来 门没锁 她已经在客厅等我了 她一袭黑色长裙 气质优雅 左手摇晃着红酒杯 俨然一个小富婆 混得不错啊 果真钱能养人 气质真好啊 姐妹 看她过得比我好 我由衷为她高兴 那个 去年我借你的四十万 现在能还我吗 你应该不缺这点钱吧 看着满屋豪华装修 我谨慎说道 闺蜜手中酒杯停止晃动 咱们这么久没见 上来就跟我提钱 你还是那么直爽啊 她眼含微笑看着我 来 喝一杯吧 她款款走来 递给我一杯红酒 我是不喝酒的 一喝酒就过敏 她是知道的 看来真是太久没见 她连我这个习惯都忘了 我笑着把杯子放下 什么时候能把四十万给我啊 我真急着用姐妹 我再一次挑明此次来的目的 你变了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我认识的你了 闺蜜将红酒一饮而尽 重重将杯子放在茶几上 难道除了钱 我就不值得你来一趟吗 我们是认识十几年的好姐妹啊 她眼圈居然有点泛红 我瞬间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难道是我错了 不应该这么逼她 这毕竟是我认识十多年的姐妹 我竟然有一丝自责 可以想到我那废物老公 半年都没交工资了 孩子一个月五千的学费都没着落 我瞬间有了精神 那四十万 我今天必须拿到 请给我 谢谢 我一字一顿说道 看来今天不撕破脸是不行了 那四十万啊 她顿了一下 早就还你了 她语气轻松 还给我了 我有点震惊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问你老公 肉肠给她了 二 听到这句话 我感觉血脉喷涌 只觉得天旋地转 这就是我认识十多年的闺蜜吗 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 借我钱 还是我老公 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家的 一进门 老公正在做饭 看我回来了 咧着嘴 吵我笑 老婆回来了 一会儿吃饭哈 多么温馨的时刻 而我此刻 却感觉很恶心 吃饭的时候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顺着脸颊往下滑落 流进嘴里又苦又闲 哄完孩子睡觉 卧室里我们躺在床上 她背对着我玩手机 你跟我闺蜜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哽咽问道 她猛地转过身来 满眼惊讶 你 你都知道了 我不作声 微微啜气 都是我糊涂 老婆你原谅我吧 她开始狂扇自己耳光 祈求我的原谅 离婚吗 之前为了买房子 我们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后来因为很多事情耽搁 到现在还没复婚 我看这婚是不用复了 老婆 求你别离开我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这个狗男人 这会儿倒乖巧起来 没了往日的高高在上 真的吗 我心里突然出现一个邪恶想法 那你明天去找我闺蜜 把钱要回来 四十万一分都不能少 好啊 好啊 我明天就去 答应的倒是蛮快的 我已经开始幻想这对狗男女为这四十万掰扯撕逼的画面了 想到这里 居然有一丝开心 老婆 那个欠条能给我吗 我明天带着 我怕他赖账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这家伙也有聪明的时候啊 我起身打开衣柜 从首饰抽屉的加层里取出这张欠条 因为我们当时是现金交易 这个小纸条是唯一一个能证明我们之间借贷关系的凭证了 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 倒头就睡 明天我可是要见到那四十万的 一早醒来 老公不在身边 他什么时候出门的 我也不知道 早餐也没准备 看来今天走得很急 看到他要债这么用心 我很欣慰 突然 门铃响了 难道我老公回来了 我打开门 是一个陌生面孔 你是王总夫人吧 那我应该叫嫂子了 这是给王总的重要资料 我们领导说必须亲自交他手上 他今天没上班 我想着他在家 就把资料送来了 我老公不是失业了吗 他亲口说的 公司形势不好 被裁员了 这下我完全搞不懂了 我接过资料 砰的医生关上门 三 来到他公司 我谎称自己车被蹭了 要求去保安市看停车场监控 果真 在监控里 我看到了老公每天进出车库的画面 我真傻 还天真以为他真的如他所说 每天出去找工作 还一找就是半年 他这半年工资去哪了 毕竟他也是年薪百万的 营销总监 半年就是五十万啊 我来到他工位 想看看能找到什么线索 四个抽屉 一个上着索打不开 女人逼急了 都是大力士 我找到一把螺丝刀一下撬开 一阵翻找 在里面发现了几张汇款单 这半年里五十多万都会给了同一个女人 我的好闺蜜 这一刻我心如死灰 恨不得当场结果 这对狗男女 晚上回到家 楼下一辆宝马停在消防通道 里面的人看着似乎很眼熟 我推门而入 老公已经在做饭了 不得不承认他做饭还是可以的 不然当初我也不会嫁给他这个穷小子 我们房子首付八十万是我娘家出的 掏空了父母后半辈子养老金 他目前营销总监的工作也是我爸托老战有关系给他找的 可就是这么一个软弱无能的男人居然背叛了我 媳妇回来了洗洗手吃饭吧 他笑着看向我 嘿 看着他油腻大脸 我真的很反胃 我今天去你们公司了 我平静说道 就是给你送一份资料 来家里的同事说很重要 他脸上瞬间不淡定了 嘴巴大张 能塞下一个鸡蛋 那份文件在哪 他语气惊恐 似乎那份文件很重要 难道你不解释下 明明自己在上班 还骗我说失业的是吗 我语气冰冷 这狗男人还想骗我 说自己公司经济困难 已经发不出工资 就说我可以夹死去 我就说你怎么夹死去